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成龙批评年轻演员不敬业 张一星 刘昊存被点名 王一博被牵连 我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 开始 老一辈一人 开始靠吐槽年轻演员 博流量 像是掌握了流量密码一样 毕竟 前几年 这种坏现象确实有 破了一个小皮 发V博 赶紧送去医院 再晚来一点 伤口就愈合了 但是 现在应该很少吧 当然了 你可以说没有爆出来 不代表没有 没有发现这个畸形的热点吗 为什么都是老一辈演员 吐槽年轻的艺人呢 近日 成龙再次说年轻演员不敬业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过呢 这次网友的态度不是一边道了 之前成龙说小鲜肉那个视频 被网友各种猜测 把成功合作过的年轻小鲜肉都扒出来了 成龙说的不是张一星 点名的声音最高的是张一星 但是成龙方回应 不是张一星 后来在一些活动现场上 成龙对一星很不错 谈笑风生 还把成加班定制的衣服送给一星 在多次场合 成龙都谈到一星 说一星好多优点 所以就说明成龙说的绝对不是一星 一星算是洗脱了嫌疑 然而 这次成龙再次批评年轻演员 他们最晚到最早走 这还是近期的采访视频 其实可以从他最近合作的演员分析一下 刘浩存还是郭麒麟 成龙最近拍的剧 不就是跟刘浩存 郭麒麟合作的吗 若是小咖位 应该会点名 但是小咖位 应该也不会这个阵仗 所以 还是资源开了 网友点名呼声最高的是刘浩存 其实也纳闷 刘浩存都那样了 他的资源怎么还那么好 之前金基奖的时候 团队部视野改了 还闹出笑话 他还跟李线 迪丽热巴同台 当时我都猛了 他谁啊 跟一阳千玺合作 跟张义 与何伟合作 这个资源太厉害了 看样子 家里的事情 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虽然网友骂的声音非常狠 但是架不住他的资源好 果然 有背景就是好哈 所以 成龙这次点名的到底是不是他呢 还真的不好说 毕竟 他又是在打哑语 谁知道是谁呢 在众多点名里 王一博的名字出现在网友口中 说实话 王一博 这一博 属实冤啊 毕竟 两人八竿子打步着 都没有合作过 说的怎么可能会是王一博呢 这怕是黑子吧 不能因为王一博是流量 就让他背锅吧 哎 网友 管好自己 大概是因为他每次都打哑语 导致这一波网友逆反了 都说他 管好自己吧 还让年轻演员 也吐槽一下这些为老不尊的老前辈 看看 这说的是人话吗 年轻演员 没有那个背景 谁敢吐槽老前辈 那么 你觉得成龙这次说的是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